自打玩摄影第一天开始 不知道买过多少摄影包了 有的是质量问题 有的是使用上边实在是不顺手 截止到目前为止 这是我使用过的最让我满意的一个摄影包 既然大家都想让我来聊一聊它 今天咱们就主要的来说一说这款 来自于史莫达Designs的X4 V2 这个品牌其实它做的时间并不长 也就是近几年才有的 首先我选择这个包的一个最大原因 是它的这个背带尺寸是可调节的 您可以通过背后看到它有SML 大号的包呢 它还有XL四个型号的这么一个选择 史莫达这个品牌呢 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考虑到了 女生和身材爱小摄影师的感受的 这么一个背包了 我选择它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这个背包的颜色 大多数市面上的摄影包呢 基本上黑的蓝的或者是总是都是一些深的颜色 像这种绿色 橄榄绿吧这算是 这个颜色呢算是一个比较少有的 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背包的颜色的时候 我就觉得实在是太动心了 这个背包整体的背负感呢 我认为算是在我所有使用过的摄影包里边 算是最好的 但是您可以看到 我几乎已经用到了这个腰带的最小 虽然这个腰带呢它是可拆卸的 但是如果去掉它呢 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承重 然后它也没有出现更小号的替代的产品 再者呢是它的这个背带 像我现在呢也几乎用到了它这个背带的最短的长度 还能再短一点点 但是已经差不多就到头了 上边这个呢我也拉到头了 所以说即便是它是一个可以调整尺寸的 但是呢它也没有办法让身材非常非常瘦小的人 能够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状态 我就不算是瘦小了 只能说是小但是真不瘦 我就已经用到了它这个尺寸的最小点了 当我看到这个史莫大V女性专门设计了一套背带 可以替换上的时候 诶 我也说不错诶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就兴冲冲的赶紧去B&H买去了 然后找了一码头换上 想体验一下给大家谈一谈感受 一换上结果我发现呀 女士的背带其实和这个原配的长度是一模一样的 我也是拉到它的最小号 就不能再老家再小了 只是它的这个形状和这个原配呢有那么一点区别 它把这个兜呢改的低了一点 所以腰部这里边呢肚子这儿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包围的感觉 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喜欢 这种感觉呀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它那个背带和这个原配的质地 我感觉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不知道您从这个视频上能不能看出来 从颜色上还有它的质感上都有一定的差别 并且呢那个新的背带它不是这个皮盘的 这个可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设计 我不能没有它 还有呢就是它右侧的这个带拉索的兜呢 又换回到了那个松锦道 那我肯定就不能选它了呀是不是 我还是觉得咱们就用这个原配吧 又不花钱质量看着还用好 您多呢 之前呢我给大家分享过一个关于旅行摄影包挑选的选购指南 在那里边呢我也非常明确说了 我个人在选择摄影包的时候呢 有这么几个基础的要求 这个包必须得符合 首先它必须是背开窗的 也就是开窗是在背部 而不是在这个包的前边 那么这在旅行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一个安全性的考虑 除此以外呢我对选择摄影包呢 还会有几个额外的条件 一个呢是它往侧呀 一定要带这种水壶袋的设计 三角架我会倾向于放在边上 这样坐地铁坐车的时候 一次就把所有的设备都拿起来了 比较的方便 像我平时呢除了相机镜头呢 还会带一些其他的配件 比如说运动相机 还有呢就是一些小零食冬天 还有手套帽子 然后会额外的再带一个衣服 那么我就希望这一些零散的东西 和我的相机镜头它是分开放的 这样呢我就不用在公共场合 不停地打开我这个背后的舱 一是不方便 二是我可能就暴露了我所有的设备了 所以我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分开的舱 让我从上边就可以把这些零散的东西拿出来了 所以这餐点呢是我个人在购买旅行摄影包的时候 必须要符合的三个条件 那么恰好这个包它全都符合 还记得我之前发过的一个视频 大家都说我背的是一个拉杆箱吗 那个包啊其实是史莫达最早最早出的 它的探索系列的第一代 这个探索系列的二代呢 它一共是有三个尺寸的 二十五升三十升三十五升 我这一款就是三十五升的 因为我其实还有另外一款包 比这个要小一圈大概可能在三十升左右 但是由于设计的比较的简单 所以并没有这个包能装 我在买的时候呢就考虑到 我想要它能够装的比那个包 起码要更多一点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三十五升的 这三个尺寸它都是符合国际航空 可以拿上飞机的标准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包 比我之前用的那个四十升的呢 要更好大一点 那个四十升呢就有可能拿不上飞机了 所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考量 这几乎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了 可以看到一台相机 一个镜头两个镜头一台相机 饼干头这就算是半个镜头吧 三个镜头或者是四个镜头 把这儿缩过来还能再放一个 所以两机四个镜头更低不大 这个呢叫做Corn Unit 是它的一个收纳系统 我这个是中号的 已经可以放到这么多了 大号呢它会到这儿 我不是很推荐这个包用大号的收纳 是因为一旦把这个通到这儿呢 顶端的仓口呢 里边放的东西就会非常的少了 您看我这儿还放了一个 它的这么一个收纳带 正好卡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相当于它这个大号仓的位置 但是呢您别忘了如果是大号仓的呢 它就是四个拿的了 但是如果是放这么一个收纳带呢 咱们是可以不用的 我这里边呢一般平时就是放点滤镜啊 线啊还有充电器什么的 不是每次都带 今天呢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不带的时候呢我就把它抽出去 用的时候呢我就把它放过带 这个包实际上是可以侧开的 也就是从侧面就拿到相机和镜头 但是我其实从来没有这么用过 所以我把没有打开的这个边 放到了这里 这个系列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设计 是我之前那一款没有的 就是这儿 之前那儿就这儿就什么都没有 现在呢它在这儿加了个兜 这样就可以把平时一些常用的小配件呢 放在这儿 既不碍事又省地 而且也方便拿 下面来说一说这个包 有哪一些细节 它会让我觉得特别的好用 首先这个背带 它把这个位置呢 改成了一个有拉锁的兜 以前的那款呢 这块是个皮筋 主要是用来放水壶的 但其实呢真正在徒布当中 或者平时日常 对于我来讲 我实际上是不会把水壶放在这个位置的 所以当它换成了这个拉链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简直太贴心了 因为它可以放我的这个 pocket的相机 还有呢 就是我的手机 我这个是 iPhone 13 mini 你可以看到这个尺寸 其实还是有一部分富裕的 如果是Pro的话 应该也是可以放的进去的 然后呢还可以把这个 拉锁拉上 而它最大的用处 对于我来讲就是放车钥匙 在它这个背带的左侧呢 同样也有一个兜 只不过这个兜呢 是全打开的这么一个拉链设计 它的设计本来是说把麦克风放在这儿 但是我尝试了把麦克风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走路的话 那个音效特别的不好 所以这个位置呢 只是我平时用来存放麦克风的 比如我录完音 我就把它放在这儿 包的两侧呀 一定要带这种水弧袋的设计 它这个设计呢 就很有意思 是可以收进去的 也可以拿出来 然后下面这儿有个袋子 然后呢从这儿穿过来 也就是我这边放三条架的这个样子 直接锁紧 可以了 这样呢我就可以一边放三条架 另外一边放水弧 或者两边都放三条架 然后它里边这块还有一个收纳袋 可以把它给收起来 所以它就保持了 整个内侧的一个整结 然后这块呢 可以再放点小物件 这个包在细节的设计上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到处都是收纳袋 多到很多袋子 我基本上都不用 因为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往里放了 这个包有一个非常聪明 并且体现出这个品牌 特别懂我们的一个地方 就是您看到它有两个拉锁 这个拉锁是仓口 这个拉锁 打开之后呢 实际上是直接通向相机和镜头那个仓位的 笔记本是放在这个位置的 可以直接从顶部就拿到笔记本电脑了 这个设计呢 就避免我们在户外 有人的情况下 不停地打开背后的仓口 一是麻烦 二是容易暴露自己的设备 所以这个设计呢 简直是太棒了 有方便 有安全 这个背包的面料呢 是一个防水的设计 它可以应付平时这种中小雨 我呢 基本上就是这么淋着雨 背着它 没有发生过漏水的现象 因为它所有的拉锁边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防水的处理 但是呢 它还是会送这么一个防水的罩 这个防雨罩 我可能也就用过一回 有一次在暴风雨当中拍摄的时候 我有点太担心了 那个雨交过来 哗一下子 我就赶紧把这个套上了 所以平时呢 基本上这个包本身 就可以应付大多数的雨雪天气了 这个一点呢 也是我比较看重的 因为有的时候在城市里边走着走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下雨下雪了 而且你要知道 雨雪里边拍 才能出好片呢 目前这个背包使用了大概有半年多 八个月 都忘了是什么时间买的了 反正是年初那会儿买的 应该是一二月左右 您可以看到它目前的磨损状况 那这个位置呢 是我平时用背包最容易损坏的地方 主要是边景 您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目前磨损的状况 目前来看呢 这个背包磨损的状况呢 处于一个非常正常的这么一个状态 您要知道 之前我背过的一个包一年 我就把它整个的这个布面给磨穿了 就是后背靠近这个背部 每天背着 然后这块会蹭背部 其实我觉得在城市里边用挺磨损的 甚至比野外的磨损 因为这地上啊 全是大石头水泥地什么的 今天呢 我就卸下来往地上一扔一放 它就容易给蹭了 所以这个边角这儿啊 就磨损的特别的严重了 背包这东西吧 终究它还是一个耗损的东西 像这个角我觉得如果它真的破了呢 我可以给它稍微的加工一下 但是整体来讲 我最讨厌的一点就是 这包啊看着哪哪都好 就是这拉锁坏了 您说欺人不欺人 这拉锁还不好换 因为不好拆 然后再往上上 找出跟它一样型号的来 实在是太困难了 有时候的一气急之下 索性整个包的都给扔了 但是挺可惜了的 从综合指数上来讲 目前市场上 我还真没有找到比这款包 要更适合我的旅行摄影包了 所以呢 我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 完全没有可对比性 只是根据我自己的需求 找到一个更符合我 背起来还比较舒适 承重感还比较好的 这么一个背包 那如果您跟我的需求比较的类似 或者是这个包也有打动您的地方 其实不妨试一试 但是这包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特别的贵 但是如果您翻一翻 市面上比较好的旅行摄影包 无论是从它的材质设计 还是它的防水性来讲 都不便宜 可能是这种包的质地 这种防水材料 可能在造价上就比较的贵吧 还有就是它的细节过于多 针脚很多 制作起来很麻烦 导致了它的价格比市场上 大多数的摄影包都要稍微的贵 那么一点儿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物有所值的 不过这话呢 说的有点早 因为目前我只使用了八个月 在我的心理上呢 我认为它至少得使用三年以上 才能算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产品 那至于它到底能用多长时间呢 咱们只能走着瞧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丽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后续报道随时给您更新起来 跟着我一起玩摄影